本期讲日本战国 我当然要讲日本战国局面形成的原因 上期讲了日本因为自己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海洋尚武文化 但又因为处于中华大陆文明圈的影响范围内 加之自身自然环境的不稳定 所以封建礼教尤其是等级思想被日本完全贯彻 四世纪日本天皇制度确立 可是日本由于之前一直是士族部落的状态 即使大和国打下了大片领土天皇出现 但日本的实际掌权者还是以苏我士为首的几大士族 士族的统治导致大量土地兼并 人民生活困苦成了天皇政变的根基 645年天皇组织刺杀士族全臣苏我入路 皇室夺权成功后根据中国唐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行大化改新 取得权力后的日本天皇13次派庞大规模的潜唐使到中国长安学习 至此日本才算是从士族部落的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 可是虽说日本深入学习了中国 但并不彻底 有两样东西他们没学 一个是皇宫里的宦官制度 这个宦官可能与他们上午的文化相关 应该是忍不了太监的存在 但是天皇还是有垄断皇宫里交配权的需要 于是日本皇宫内除了皇室 其他都是女人 所有工作包括体力活都是由女人完成的 从宦官对中国古代政治的伤害来看 这个没学对日本而言应该是好事 但第二个 也就是我上期提到的科举制度没有学 这就对日本的稳定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其实本来日本天皇没有学习科举制度也是为了维稳 因为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 人民对稳定有着极端的向往 中国传来的社会等级思想被日本人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铁律 引入科举制度严重处局贵族利益 天皇有可能再次被贵族灭掉 没有科举制导致日本的官职和社会地位只能世袭 下层普通人没有任何上升通道 就连武士从事的兵种同样是世袭不变的 如此一来 最表象的问题是容易出现拥财治国 不过日本有集体主义带来的耻感文化 管理失败的人会辞职或者抛肤自杀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 但是世袭制还引发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如果官职来源于血统 那么天皇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去任命或者罢免官员 一直世袭的权利让所谓的天皇无法实际控制手下的将军或者大明 中央对地方的封建领主甚至没有任何实质性干预 中国的皇帝一直将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设为殿士 就是皇帝直接监考并批阅试卷 地方官员的试卷也要自己批阅 虽然辛苦 但是官员任免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权之下 才算是将权力集中在中央 中央才能控制权臣和地方官员 而日本的天皇除非以军事压力威胁 天皇的政令地方官员可以选择不执行 所以在这样继承权力权靠世袭的情况下 天皇的权力不可避免的被架空 直到失去所有实权成为国家吉祥物 所以在645年 天皇从士族首领那里夺取政权不到200年 实权再次为权城将军夺走 公元8世纪一直作为摄政王存在的童原家 通过与皇室不断的通婚揽政 逐渐架空天皇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而各地的封建地主也通过世世代代代的土地兼并 获取了农民的土地 成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 在中国 土地兼并是一个王朝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的职业原因 失去土地的人大部分成为流民或者被地主剥削的电农 电农的收成50%以上要交给地主 剩下的还要按照中央的税率给国家交税 生物争夺利益的本性会让他们心生不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进而成为农民起义的诱因 这些人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会成为职业军人 而只认钱粮的职业军人往往会成为颠覆政权的主导力量 中国因土地兼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因为中央权力集中 下层矛盾最终会指向中央 农民皆干而起推翻旧地主 进而推翻皇帝 社会重新洗牌 土地再次分配 而新的统治者会再次成为新的大地主 所以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在这个土地集中又分散的过程里不断循环 直到近代土地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止 而日本由于中央没有很大的权力 矛盾也就不会集中 地方大明的权力很大 他的庄园生产的粮食可以不向中央纳税 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吏也不能干涉庄园事务 土地兼并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了地方农民和大明之间 而大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雇人来保护自己的庄园不受平民抢劫 同时也监督电农耕作交租 这些雇来的人被称为侍从或者家臣 最开始很大一部分和灵主有血缘关系 随后这些侍从家臣逐渐演化成所谓的武士 武士的多寡和忠诚度就是一个大明实力的最具象化体现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武士的重要性 他们是解决自古以来最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所以武士才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武士的地位同样在确定以后成为世袭制 武士可以随意斩杀庶民 法律也规定庶民不能携带武器 以保证武士对庶民的绝对控制 武士不能种粮 也不能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生活来源完全来自封建领主发的俸禄 这也就保证了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 可是用武力压制的方法来应对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解决的只是表面问题 根本问题还是土地多寡决定的粮食产量 毕竟日本一直都处于人多地少的状态 而作为社会最精壮劳动力的武士 被禁止从事生产活动 反而需要地主收来的赋税和地租养活 本身就加重了社会负担 根据一些资料显示 日本战国时期资耕农要向大明交纳的赋税地租 大约是其总产量的60% 差不多和中国没有土地的电农一样 而日本的电农当然更惨 其他时期税率有不同 但变化幅度不大 而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收重税二世而亡的情代 其他时代农业税不超过10% 当然特殊时期中国官府也会提前收取了以后很多年的赋税造成民怨 每个朝代后期大多数农民也会成为电农 但总体而言中国百姓的压力比日本小很多 所以日本封建领主就需要大量的武士来压制庶民的反抗 同时结合日本本身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 解决粮食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去掠夺其他大明的领地 获得更多的土地与粮食来养活自己的人民 才能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 当然一个领地内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 对外战争也能将这个集体的内部矛盾转移 所以泛国混战也是日本封建时期的常态 可以说中国解决土地问题通过起义改朝换代重新启牌 而日本是通过下层封建领主之间相互征伐消化矛盾 可以说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兴之前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统一过 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 即使有也非常短暂 当天皇逐渐被全城架空 以武士为主角的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藤原市是日本大化改姓学习唐朝引入中华文化的功臣家族 在天皇取得国家权力之时 这个家族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随后其家族成员一直以类似宰相的身份存在 天皇还有个年幼无知和老卖昏溃的时候 而藤原市一直可以让家族最年富力强的人来设政 由于权力世袭 天皇不能罢免这个所谓的宰相 也不能再任命其他宰相实现制衡 这个世袭的宰相家族就获得了权力 可是同样的 即使获得了权力 他又不是天皇 从法理上讲 控制地方就更加不合情理 无法维稳 很快国内有两大家族势力兴起 他们是不同时期因为财政不足 被逐出皇室自力更生的天皇后代 一个叫袁氏 一个叫平氏 他们各自集合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持续30年的混战 最后袁氏获胜 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大明 早已江河日下的藤原市 无法与之抗衡 原市首领袁赖朝在1192年 被天皇封为征仪大将军 第一个幕府将军出现 所谓征仪是指征讨日本北部的虾仪人 虾仪人与日本的关系 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北方湖人和中原的关系一样 幕府原意就是指将军指挥作战的营帐 大将军在联仓设立幕府 成为他的统治机构 这是日本第一个幕府时代 联仓幕府建立后统治日本一百多年 不过所谓的统治 可能也就是类似武林盟主一般的存在 有效管理各个武士门派 当联仓幕府越来越管不住这个天下的时候 天皇再次发动政变造反 1333年后替护天皇集合力量攻下幕府 天皇如愿夺下政权 可是天皇手下部将足立尊氏 也是奉赵攻打联仓幕府的吉仙丰 在两年后反叛 原因是天皇的心政削弱了武士的权力 足立尊氏集合武士力量成立新的幕府 日本的第二个幕府 也就是视听幕府的时代开始 天皇的势力无法与之抗衡 于是逃到南方吉野建立政权 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 两个政权的对抗长达56年 最后天皇势力由于武士力量不足 战争失败后被师庭幕府三代幕将军 足立一满请回京都的新皇宫 和儿时联系一下 一休很多人都看过吧 当时看过连载的就暴露年龄了哈 一休就是当时日本南朝后替护天皇的皇子之一 因为战败又没能成为天皇继承人 不得不出家做了和尚 对天皇后人聪明智慧的描述 也体现了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敬吧 皇室下凡就能智商开挂碾压凡人 随后同样的原因 士庭幕府不再能震慑各路诸侯领主 士庭幕府建立130年后 在八代幕将军足立一政时期的1467年 爆发了婴人之乱 幕府手下的全程因为将军继承权问题 反目成仇相互征战 连续十年的夺地战争耗尽了幕府的实力 幕府再也没有权威了 而后就日本这么大点的国土 群雄兵器分裂成了66个藩国 开始各自发展并相互征伐吞兵 真正的战国时代开始 因为战争被灭国的武士 没了职业丢了俸禄成为浪人 于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成了倭寇 无论是自成势力 还是被中国海盗团伙雇佣 都造成了中国名在沿海倭寇势力的猖獗 不过连续进一个世界的征伐吞兵 还是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武士大明集团 这就类似中国风风制的周朝灭亡 从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到战国时期 决出战国七雄一样 相信接下来的历史 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 知田信长 风尘秀吉 德川家康的故事已经被大家津津乐道 我这里也没法将所有的故事展现出来 一些重要的点说一下 为了让中国的读者理解起来更方便 大家经常把这三个人类比于 中国三国时期的曹操 曹丕 司马懿 知田信长相当于曹操 确定统一之势 风尘秀吉相当于曹丕 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而德川家康相当于司马懿 一直在大人物之下隐忍多年 在最后爆发取得统一之果 建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 确定统一之势之前的日本是这样的 翻国伶俐 知田信长是新上任的伟章国大明 这个伟章国就是现在的埃之县名古巫师 当时是一个小国中的小国 不过它占据着农尾平原这边生产稻米的沃土 信长小时候顽略不堪 不愿学习礼数 被称为伟章大傻瓜 这一点也促成了他之后 无视阶级制度破格提拔人才的特点 信长也是最早给部队装备火枪的大明之一 在后来掌权之后 曾有意打破日本阶级雇化的状态 但没来得及执行 回到信长刚刚从父亲手里 接过伟章大明之时 旁边的东海道 吞并了几个大国之后 与伟章国接壤 其大明 世代显赫的金川一元 亲自率军两万遇吞并伟章 然后上落 要知道 在日本那种环境下 一个藩国 用弹丸大的土地养活了 一辈子不中地寒 饭量大的武士 已经相当厉害了 而刚刚继承家业了 知田信长 还遭遇盟国违约背叛 可用武士不足四千 初期很快在金川一元的攻势下溃败 不过 在金川大军路过伟章国 统辖间这一狭长地带之时 部队只能排成纵队经过 无法展开 到了夜晚 迎面吹来了疾风静雨 让金川竟看不清前路 这时 知田信长派两千武士突入统辖间 顺风顺雨 一路斩杀敌人三千 大雨滂沱 金川军后军混乱 导致金川一元本人无法逃走 直接被杀掉 此意直接击垮了大国东海道 本来最具实力的金川家没落 原来被金川家吞并的德川家康 趁机脱离东海道 带着自己原来的松平领地 以知田信长结盟 奠定了信长称霸的基础 而此时 封城秀吉还是给信长拿拖鞋的仆人 因为在冬天会特地的用体温暖热拖鞋为信长注意 逐渐成为信长的亲信 战国三杰就此汇集在了一起 统辖间之战后 信长的势力崛起 顺势攻下了与其长期羁绊的斋藤家美农国 在这期间 信长提出了天下不武的政策 于天之下遍布武力 具体行为就是公开声明要建立武士政权 将自己的官印改成天下不武 让天下的武士向其靠拢 因为当时日本的权力关系是 公家 四家 武家之间的斗争与平衡 得到武士阶级支持的信长开始攻山拔寨 在乱世 道德 制度 信仰的影响力 都不及单纯的武力 信长向南吞下六角 铜井 陈户 剥夺野等名门望族的土地 直接控制了京都 足立幕府和天皇军被他掌控 并将幕府将军流放 这就是所谓的灭掉公家 向北攻打四家政权 拆毁寺庙 焚烧佛教圣地 也处死了京都比瑞山上的所有僧人 完成了铲除四家的目标 信长也成为日本僧人口中的 第六天大魔王 接下来先后三次瓦解了 外围诸国组成的信长包围网 这个可以类比欧洲 对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 可是当信长在全日本遍布武力 无人能挡的时候 其手下大将明治光秀 在京都的本能斯叛变 率领两万兵力攻打信长所在地 而信长几乎所有兵力都派往南北 中间空虚仪式被杀 此时封臣秀吉已经是信长手下大将 正在北方攻打毛利君 可是明治光秀派出去 以毛利君应贺的信使跑错军营 信长的死讯被封臣秀吉率先得知 立刻与毛利君讲和 在毛利君一系列抛斧议和仪式之后 秀吉率四万武士杀回京都 用压倒性的兵力于山崎之战 大败明治光秀 并控制京都 随后志田市内部出现短暂分裂 不过作用京都的秀吉还是取得优势 在大半知田旧部的支持下 战胜政敌获得统治权 在此期间 德川家康一度自己独立 可是在秀吉得势之后归降 帮助秀吉整顿力量 继而完成了信长天下不武的霸业 统一整个日本 可是国内战争结束 大量武士闲置会生出事端 于是1592年 秀吉率领全国十四万武士征法朝鲜 庞大的军力让秀吉甚至有了 征服中国在征服印度建立亚洲帝国的想法 说有后来日本帝国提出了 大东亚共用圈的意思 酒精沙场的日本武士攻势猛烈 势如破竹 秀吉知道中华大队的附属 打下汉城之后 甚至有了开始制定迁都北京的计划 结果明朝兵部侍郎宋印昌率兵四万余人 与朝鲜组成联军 在平壤击溃日军 日军在异国没有群众基础 持续一年的战争让日军简缘进半 秀吉感到战事无望于是退兵 回到日本三年后 秀吉劳家怨气让他病死 而秀吉的后代年幼掌控不了局面 他生前安排的政治军事很快被打破 德川家康最具影响力 使很多封城家的武士力量开始向其靠拢 作为秀吉的嫡系 十天三城开始与家康对立 双方在全国大明之间拉拢势力 1600年两军对决 始成官员合战 这是日本少有的二十万武士参加的大会战 大战期间 德川家康成功策反十天阵营里的 小早川秀秋倒戈赢得战争 十天三城则被处死 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授予争于大将军的名号 封城家也随后被灭门 德川家康迁都江户 也就是后来的东京 确定了日本日后的经济中心 日本随即进入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 天皇将军大明武士农工上又一次被强权稳定下来 阶级制度被德川幕府进一步巩固加强 日本也准备进入自己下一轮的封建循环 可是历史的车轮不会漏掉任何文明在原地打转 在日本列岛无休止的循环纷争之时 世界也悄然发生了巨变 中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文明圈丧失了独立演化的条件 中国无法继续延续自己天朝上国的旧梦 而日本固有了阶级制度在新的生产力面前 再也无力压制下层人民的欲望 他们又将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 看下期明智为新吧 看下期明智为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